不满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来台 中国解放军8月4号发动围台军演 除了出动战机与军舰 更朝台湾发射多枚飞弹 并宣称导弹全都命中目标 根据中华民意研究协会所公布的民调 对于中共军演威克有六成的民众 不担心两岸进一步军事冲突 仅有三成担心 自由追新闻也实际上街采访 了解民众究竟怎么看 军演没有什么看法 不会特别担心 因为生活还是没有受太多影响 非旦穿越台湾 新闻都在播这个 不会担心 因为一直以来都这样 不会说很紧张 因为我觉得还没有那么快吧 可能台湾在这个地方已经被恐吓久了 所以说大家没有比较没有感觉 其实当然还是会有关心 因为我觉得在就算是2022年 俄罗斯还是有进攻乌克兰 并不代表是说 这个世界像我们想象一定会一片祥和 或者是大国会真的不敢有所作为 熊山飞弹啊 就这样有推什么国建国造之类的吗 我们现在我们自己本身有做什么天宫飞弹啊 我们所了解的也是可以射个两三千公里 所以说也是打很远啊 对我们的飞弹也是可以打到那边啊 他打我们我们可以打他 这还是要有比较有阻作用啊 坦白说了解不深 我当兵也是属于四个月的短期的军事训练而已 接触到东西其实都不多 坦白讲过了退伍之后可能一年 可能半年到一年东西基本上可能都快忘功了 共军飞弹掠过台湾上空 成为民众最关心的军演话题 而除了明目张胆的动客 中国也采取大量灰色地带战略 包括派出无人机侵扰金门 以及战机军舰逼近海峡中线等 中国官媒央视更在日前放话 表示以购飞机船舰将常态化在台海中线以东进行训练 我们必须认清一件事实 就是说解放军过去三十年 在提升他们的军力 他们做的所有的投资 并不是只是为了偶尔的演习 他其实是有意图要利用这股军事力量来改变现状 谈到灰色地带 其实我们可以想到几个例子 过去十年左右 我们看到解放军 我们看到中国的政府 他们局部的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开始在南海 扩建他们的岛礁 第二个例子是过去几年 我相信台湾人非常有感的 就是军机绕台的这些行动 光去年我们就看到将近一千个架次 这是前年的一倍多 现在我们大家最关注的是 现在的军演以及飞弹的设计 这个也是这个长期趋势的一个延伸 我认为最危险的就是 他已经在透过这一次的飞弹的设计 在改变现状 这次解放军公布了六七个禁航区 我们最不能够接受的是 其实这六七个区域涵盖了我们的临街区 也就是离我们海岸二十四海里以内的区域 不止如此 他涵盖了我们的海域 也是我们海岸内十二海里内的区域 就像你有一个邻居 他很爱让他的狗来你家的院子上厕所 可是每次他来过来 他都不先问过你 而且要求你离开清空你家的院子 久而久之 一而再再而三 这其实越来越像他家的院子 所以每一次的军演 每一次的军机绕台 其实他都在做这件事情 现在开始直接侵犯的是我们的国土 近年中国快速崛起 解放军积极投入军事发展 国内外专家学者都呼吁 台湾应尽速提升全民防卫能力 以应对随时可能爆发的危机 会 而且我会更想要了解历史 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我有这样想 但是我没有那么做 防空洞的话 没有 不会特别去查 假如真的发生什么事情 政府叫我们怎么做 我们就怎么做吧 全民防卫 全民动员的能力 是国防的最后一道防线 可是它是 嚇阻冲突的第一要件 如果我们看清这个事实 接受我们有这一个威胁 那我们兵役制度的改革 我们必须要来面对 我们民防体系的重建 我们一定要一起来处理 整个义务义的重新的定义 这个事我们必须从政府开始做的 在政府落实改革之前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 那在民间许多的组织 包括壮阔台湾 也在推动紧急应变的课程 我们教民众怎么做 创伤的急救 怎么处理轻型的搜救 我们怎么在没有通讯的时候 如何联络彼此 如何管理避难所 这些都是社区防御 都是全民防卫的基础 那这可以提升 整个社会整体的韧性 在乌克兰遭俄国入侵 以及台海局势升温之后 有越来越多民众自发性的 学习射击与急救等相关课程 而在民众危机意识增加的同时 政府如何增强台湾的防御力 也是刻不容缓的重要议题 记者黄信雅 萧纯元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